你抿着良心啦 那时候已经认识他之后 你还没有在鬼混 我就知道上节目我就觉得很紧张 所以你有鬼混对不对 要 汪家明与于小凡虽然当年从结婚到恋爱 都让外界觉得是一对令人称性的银色夫妻党 虽然汪家明在2009年时有过婚外花边 但当时于小凡竟说 日子还是要过 后来于小凡惨遇诈骗 3600多万元的工作收入化为乌有 汪家明则一起陪伴人生低谷 夫妻23年来彼此不离不弃 你还敢口口声声说你很好 你怎么会很好 你糟透了你糟透了 本刊在8月26日收到读者来信 目击汪家明身边出现了异性 不是于小凡而是一名嫩妹 两人单独去了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上的一间攀岩馆 本刊冲了到现场 果然如读者形容 汪家明与一名年轻女子非常非常靠近 互动有说有说看是款式还不错 看得出嫩妹俏丽带点可爱 本刊寻现汪家明亲友 说是汪家明代言过一款生计保健产品 该女则是该家公司的千金来着 不过当天汪家明与该名生计千金在广外短暂寒暄后 就各自离开 生计千金大乘公车前往民生社区 以生计千金来讲很接地气呢 汪家明之前也曾跟空姐与幼稚园老师闹过绯闻 当时余小凡在中国大陆拍戏 她被拍到去机场接送空姐下班 该名空姐讨论度颇高 因为该空姐觉得 女人您在奥迪上出气 也别在Toyota上放空 虽然听起来很务实 但又有人观感是拜金 至于幼稚园老师则被有拍到去摩铁 而且该女也是有夫之妇 汪家明强调 绝对没有做出对不起余小凡的行为 继续汽车旅馆参加派对 没想到如今再有嫩妹嫁到 哎呀呀呀 汪家明不是说好要静女色吗 他根不清洁 你根不清洁 余小凡在疫情期间没戏拍 便开始着手规划演艺之外的餐饮事业 并且在有时尚新地标封号的春大直 开业了铁板烧餐厅 自称统筹家策划家 代言人家服务生的余小凡 当时向媒体开下自家餐厅时 轻描淡写称不好做 还要进一步解释 要想办法怎么让客人进来 看得出来 静怡非常用心 平常余小凡出空闲时 去找好友打牌 也有事业要忙 汪家明则是细约几乎没断过 而且对于户外生活兴趣颇浓厚 比如有静怡脸书 汪家门好野人漫游去 翻译翻译就是长青派实力演员 分享爬山涉水的漫游日常了 这社群的内容满满都是山水旅游 啊这两人一动一进 难怪亲友觉得交集变少了